国民党中央党部十一号就在主席周立伦下令之下 那么跟着全国共同下半旗哀悼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当然背后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跟中间选民 还有年轻族群来靠拢拉近关系 不过这个动作导致引起了来临内部有纷争吗 包括中广董续长赵绍康强烈表达不满 而前主席洪秀柱更是怒呛党中央随风摇摆 两人紧紧拥抱为市长参选人谢国良披上彩带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展开复选真旅 十二号来到基隆市站台全台走透透 目标要在二零二二开出红盘 为自己博得好彩头 谢国良会跟蒋万安侯友宜张善正这样一路 我们打出一个最精彩的最有愿景的北台湾 连新北市长侯友宜都点名朱立伦看来很有把握 只是前头造势造得火热 后头却有人狂泼冷水 国民党中央党部十一号也跟着全国下半旗 挨到安倍的离世 根据了解是朱立伦与秘书长黄建廷等主管下令 目的要展现靠向年轻族群以及中间选民的态度 但这个举动引发深蓝强烈不满 如果说这种改变是为了争取中间选票 是为了争取年轻人选票 我更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随风摇摆今天人云亦云你就跟着摆动的话 我觉得这个党也不值得老百姓信任 这其实都是日本种下来的祸根 否则的话今天中国大陆不会是共产党在统治 你要这个上算算不完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国民党还是要有自己的立场 两人惦记着历史往事紧抓深蓝认同 但朱立伦似乎铁了心要开拓新的路线 往中间族群靠拢 却让党内再度陷入分裂 我们的领导者也跟安倍家族都有很深厚的情谊 那对于安倍首相过去对台湾 以及对国民党的友谊 我们表达敬意 今天的台湾主流民意 国民党都必须要跟随这样的世界潮流 和主流民意来去做我们政策调整 才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 对外关系还在努力 党内却是杂音不断 朱立伦要想从2022走到2024 想开辟党内新路线的同时 还得先安抚深揽情绪 接着薛曲华教股风苏纸杰 采访报道